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ila Lam 我是Jose Yer的創意總監 十幾歲到現在我都學了20年主播設計 小時候爸爸做生意 很多時候都要送禮給客戶 所以我會跟我說預算是多少 一件貨是多少 就叫我自己買原材料、一個家帽、設計、雙石還是補石 整個過程都是由採購到設計到成品 和預算都要自己計算 那時候可能是十幾歲 培訓出身令到我都很幸運 20多歲都是以我的管理層 特別是我以前做業務拓展的辦法 對於我怎樣去營運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被益 那時候我沒有那麼多機器 都是一人手做的 那在管道專屬 其實在一件珠寶裏面不同的角度 你不會看到它是平衡的 即是全部都是工藝師 從小到大 基本上是看了整個成長的 現代珠寶的差別是 它沒有那麼多生命力 因為它好像啤酒 你可以大量生產 但是管道珠寶的臂法是很大的 而且一件就一件 你會更加有一個想保持著它整個流暢 代表你的專屬感 很多時候我們的定價是在於 那樣東西的罕有度 完整性 和本身在上面的石頭的珍貴度 當然它的工藝是很決定性 因為有時候工藝是失存了 譬如說一些扭空金的挑割 可能金價是幾萬 但它可能在賣幾十萬的手工錢 原來扭空挑割是三層 我其實有時候也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這個技術是怎樣做的 那我不說哪間珠寶店 就是有一天我進去 想買一顆某大牌子 就說想買一顆Pink Saffy 粉紅藍寶 它就用了很皮視的眼睛看著 都說明是藍寶石 怎會是粉紅色呢 Saffy Saffy這個字叫藍寶石 藍寶石的確不是純粹藍色的 有紅橙黃綠青藍紫 不同顏色 只不過Saffy這個字 翻譯中文是藍寶石 那些人以為是Ruby 其實不是的 因為裡面說的是抗脈的成分 Red Saffy和Ruby是不同的 除了Saffy覺得藍色之外 Red Saffy也不等於紅寶 香港珠寶發展其實一直以鑽石為主導 近年發生的時候 因為現在鑽石可以做人造 市場可能洗牌上面 會將部分的市場佔有率 由鑽石轉到寶石那邊 會多一點有顏色的寶石 如果不是以前 基本上全市場佔整個市場 整體很大部分 Not what you buy but whom you buy from 不是在於買了什麼 但在哪個角度買 當然意氣很重要 但有些結構上 例如那個寶石 寶石的年份 寶石應該是什麼 寶石的價格 假設它是五千元 它怎會用一顆五萬元的圍石去圍住 有些是三十步的問題 或者是否合理性 不懂做這行的人 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一顆兩萬 一顆二十萬的東西 看起來差不多 紅寶石 Rate到Pigeon Blood證書 和Rate不到Pigeon Blood 價格也在說 三、五倍甚至十倍的價錢 我想要很敏感 對概念很敏感 尿石不用說 說真的